今天我要吃大茶饭 你看看工具都准备好了 等一下我要开箱 大家对水晶有兴趣想知道更多相关的资讯 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和按钟仔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一集精彩的留言 大家看一下我桌面有很多工具 做什么呢 就是这个水晶的开箱 今天做这个直播 现在开始了 我先拿些工具过去那边 这个很重 这个很重 我们先把它调好 看一看很漂亮 这个蒸竹 看 涅木利亚 黄才神 水蒸竹 是否很漂亮 明顯的 晾晾生輝 裡面當然還有很多 但這鍋我用來開箱給大家看 黃金柱的黃金柱很漂亮 有彩虹的,大家看到嗎? 有彩虹的 開完箱了,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是什麼呢? 烈木令,黃彩神,這個水晶竹 它帶一些綠綠色,又有黃黃色 很漂亮,很天然 全部這些是一個家族性的 尤其是這個很通透 如果我們用燈光去照它 它會有光彩出來,甚至有彩虹 這是一些普通的水晶竹 但是它的柱體,大家留意一下 它每個頂上都有些白色的,霧狀的 能量很強 我試過用手放在旁邊 能量很快感應到 這個也是一個很粗的柱 它們是連起來的,相連的 也比較不多 其實平時那些是一支支分開的 好,最後呢,主角出場了 這支我很喜歡,就是什麼呢? 烈木令,水晶竹 很少的,一般呢 我之前介紹過是一支支的 或者是兩支 但是這個是一個竹來的 烈木令,水晶竹 因為我跟它說它是一個很高頻能量的 這個呢,怎麼看呢? 它的環紋是一折折的 好像一些皺折一樣 是一種它的記憶來的 你看,很漂亮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它本身這一支呢 的旁邊是它形成一個三角的 三角經常說是一種能量來的 而它這個三角呢 是很有趣的 它是穿透這個主軸 而在這裡打出來的 所以這個能量呢 就是可以發揮到多幾倍的 現在大家看看,三角的 三角經常說的嘛 它是一個類似金字塔的形狀的 還有這些呢,黏住的 是吧?黏住的 這些也很少見 我們平常見到呢 或者是油份,膠水才是這樣的 但是它這個位置的 那個邊邊呢,這些網 很特別的,很特殊的 那好了,這個呢 跟宇宙連繫接觸呢 就非常之強的 好,這個呢 又帶點綠綠色 茶色,黃色 也都是一支很漂亮的柱狀 也有很多彩蓉在這裡 我現在摸了它 有一些些的油份 為什麼呢? 它們為了保存它 它們想它更美一點 那一會兒呢 我會將它們全部 就會去做這個 就是清洗的 等到那些油份先脫掉 然後我會再跟它們做一些 令到它們可以提升它的能量 那這些呢,就是新的這個貨品 剛剛,新鮮滾熱的 好啦,現在進行呢 沖洗了 OK 讓那些油份呢 去掉它 我們要小心 這個尖尖 是不是 一會兒弄它 就不要了 我們現在跟它沖涼 沖洗 那些油份先去掉它 那一定要記住 小心這個尖尖 水晶其實很喜歡沖涼 那我們將它表面的油份 先去掉它 OK 大概多久時間到呢 大概要沖洗是這樣的 分多鐘是OK的 分多鐘 一邊沖洗 出一下它 你一邊出它呢 為什麼呢 可以激活它 激活水晶的能量 也都將那些髒的東西 去除它 它很享受的 現在你幫它做這個 這個清洗 水晶沖涼 經過沖水之後呢 現在就要進行什麼呢 燒汁 這個很重要 OK 我首先放在箱裡 這些是海鹽來的 OK 好了 然後我們會加點水 OK 大約醃它 一個晚上 即是明早就可以了 一般來說都OK的 這支水晶柱呢 我經過了一晚長時間的燒汁 然後再用這個薯尾草 淨化走之後 好了 現在呢 我將它 養住在鎮那裡 放進去 OK 讓它能量 跟它連繫著 這樣就可以了 很多朋友仔 問我 這個聚寶盤 Bita Sir是怎樣製作的 OK 接下來呢 12月份 我會有個班教大家 有興趣的朋友 請點擊查詢 拜拜